請幫我寫一個 剪刀石頭布的小遊戲 那你要怎麼寫 你不要把它想複雜 越簡單越好 那當然你也可以想說 輸入介面應該是不是輸入 我要跟你出剪刀我就打剪刀嗎 石頭我就打石頭 那太麻煩了吧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讓他輸入一二三四五就好了 一就是剪刀 二就是石頭 三就是布就用輸入數字就好了 那不然的話你還要讓人家打字 然後再打錯一個字怎麼辦 那也不就找到這個 那所以第一個 我輸入介面用一二三四來代替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說 你要讓他顯示出剪刀 讓亂數可是亂數問題來 亂數他跳的時候呢 如果是剪刀石頭布 那問題來了你如果說有 三個東西那你 怎麼去抓出那個 當然第一個你可能需要一個串列 有沒有 然後把那個串 把那個你三個東西放在串列裡面 不過我的習慣是避開第一個 因為第一個是零 所以我就把它放 第一個放空白的零 然後剪刀石頭布的自串 那亂數產生之後再去抓 就跟那個麥斯斯亞有點像 然後再比對一下 幾種情況呢 就是說 到底我是贏還是輸還是平手 所以有三種可能性 那我要分別把這三種邏輯 分別把它分別條列出來 這樣就可以得到結果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執行之後的話這個應該我寫完的 請輸入 所以第一個 輸入1234代表剪刀石頭布跟結束遊戲 這樣就很清楚 然後你就輸入一個 假設我今天我要跟電腦玩 然後輸入1 Enter 電腦出了什麼 所以你要敘述一下 電腦出了亂數 所以可以用Random有沒有 他出了布 那布的話剪刀石頭布 Random剛好Random3 3他抓到那個布 然後跟我一比我出剪刀我贏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但是遊戲沒有結束 遊戲是什麼時候會結束呢 就是當我輸入4才會結束 OK 所以繼續玩 比如我要繼續玩 我再出剪刀石頭2 那電腦會不會贏呢 電腦出了 剪刀 我又贏了 所以他要故意放水 那我出布看看 我又贏了嗎 終於我輸了 所以呢 電腦出了剪刀 他又出剪刀 意思就是亂數出了1 然後呢 那我又輸了 只是說呢 這個地方當然功能裡面沒有記錄 到底分數多少 還有就是說 因為目前還沒講到資料庫 未來如果說 講到資料庫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讓他對戰 那到底輸贏的結果 你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並且可以跟別人比較 如果你要跟別人比較 你可能要放雲端上面 在雲端上面不用大家一起玩 大家一起比較 看誰的成績比較高 所以以後的話 這順便可以再把它改一個 以後大家可以共同玩的遊戲 然後大家去雲端上面 最後把成績列表排序下來 看誰分數最高 其實不錯 最後如果我輸入4的話 他就離開了 Enter OK 就退出了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其實完整度還蠻高的 裡面程式其實基本上 不會很複雜 其實 基本上呢 跟前幾題 很多地方是類似的 第一個一定要跑一個Random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有些東西一樣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程式 基本上的話呢 你會看到的第一個 第一個 Import Random 然後呢 我們這個地方呢 就是 在回圈裡面 不斷不斷的 重新去跑一個Random 假設我這邊給他一個S 小S 那Random的話 Random Range 是1到3 有沒有 4的話前一個 1到3之間幫我Random 那另外的話呢 第二個就是說 我要有一個List的清單 因為 那個我剛剛提過那個 明解Java 那本書的作者 他其實 是直接用自串 他直接用什麼 自串比對 所以真的要打剪刀耶 才可以跟那個剪刀比 那我覺得這好像不太高明 所以後來我就把它改寫 我用一個什麼呢 一個List 這個List裡面的話 放了總共會有四個東西 第一個是空的 因為我們前面講過 List第一個一定是零 這個第二個一定是1 這個是2 這是3 那如果說好像其他書本 都是直接怎麼樣 直接寫這樣 那以後會有個問題 你如果出減 你輸入1對不對 那你變成說你要跟他比 你要把你輸入減1 這樣不是1 有些要減1 有些要加1 最後弄得頭暈腦脹的 所以我的想法 程式越簡單越好 我就乾脆什麼 反正這邊加一個 避開就好了 以後呢 剪刀就1 所以如果我輸入1 那就是剪刀 就是跟電腦出的剪刀的邏輯一樣 那以後呢 你寫程式就比較不用在那邊轉來轉去 其實程式最容易發生錯誤就是說 你那邊跟這邊的Match 剛好編號不近一樣 那就要很注意 像以前常寫錯的地方都是這樣 後來我發現乾脆兩邊變一個Match 這樣比較起來就比較簡單 那接下來的話呢 跟前面一樣 一個跑一個壞好衣帽 讓他不斷進去 進去那個回圈 他做什麼呢 讓他跑一個Random 亂數 這個Random是電腦出什麼 如果是1到3 他就自動去 跑一個 假設他第一次是出布 布的話是剪刀石頭 所以他出 假設Random應該是3 他3的這個值會丟到這個S裡面 那怎麼取得那個值 就是再來的話呢 我就輸入什麼 我這邊是輸入1 所以1丟過來 本來是自串 然後INT之後變成1 就轉型了 轉成1 那兩邊比一下 那什麼情況 因為這個底下的邏輯 是我已經簡化在簡化了 那我就想說 什麼情況下 會是 就是說那個 輸入錯誤 我這邊有邏輯判斷 第一種就是說 如果他輸入的值 是大於1 或 或者 應該是小1 就是 負0 或者是負 負的值 另外的話呢 M 如果是大於4 假設5 裡面沒有的話 跟他講說 你輸入錯誤了 所以第一個是有點防呆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如果相 這個等於4的話 那我就直接退出了 所以這個是錯誤 這個是如果等於4就退出 那一樣break 再來底下這三個 就是說 什麼情況會平手 如果 m等於s 他的random值 假如說 他出什麼 出布 3 對不對 那我也出3 那表示什麼 兩邊match 所以我print出來的話 就是什麼 電腦出了 並且把這個清單裡面的布 拿過來 你不能說這邊出現 s就是3 如果你要抓到布的話 你就外面再包一個串列名稱 瓜糊 哪一個 這個就把布的自串 幫我帶過來 電腦出了布 加一個平手 OK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意思 所以串列特別重要 以後串列非常重要 只要是外部讀取資料庫或檔案 或網頁 爬蟲 或者是說那個只要大量資料的話 一定都會用到所謂的list 所以這個list 你一定要很熟悉 裝瓜糊這個東西 那再來還有幾種情況 就是什麼情況是我贏的 贏的很簡單 就是說假如這個m是我出 所以你就要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一個一個比 比如說我出1 1是剪刀的話 那什麼情況我會贏 那他出布 所以呢 如果我出剪刀 他出布的話 或者是說我出什麼 我出石頭 那他出什麼 他出剪刀 所以等於1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是一個邏輯 就是把什麼呢 把我贏的那幾個 總共會有三個 把它列出來 這個或這個 或這個 而且你會發現 它這個一定是 裡面是m的交期 包一個瓜糊 再一個偶爾 這個或這個或這個 那表示什麼 我贏的 所以他這個地方會出現 電腦出了這個 你贏的 那另外呢 輸的部分的話 剛好就是我出什麼 我出2的話 應該是石頭 那他輸什麼 出布 比如說 輸的狀況 分別列出來 那出現 那個你輸了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就把這幾個邏輯 分別列出來 那程式就寫完了 所以 這個有關那個剪刀石頭布 我這邊已經把程式盡量精簡 大概是這樣 所以 亂數 串列 跑一個數字出來 去跟我比對一下 這兩個 這個是 如果他輸入錯 是防呆的 然後那個是 離開是4 反之就是 平手的狀態 另外就是 贏的狀態 跟輸的狀態 不過那個程式 其實還沒結束 後面如果說 可以作業紀錄 甚至可以跟其他人對戰 那其實會更好 只是說這個部分後面 我們再來慢慢加入 那畫面先 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這一段程式的話 雲端上面應該可以找得到 在那個 雲端上面 你們可以在第三單元裡面 上面有一個精簡程式部分 因為其實 本來我寫的版本 感覺又不進那麼的精簡 所以後來又改一個 比較精簡的版本 就是各位剛剛看到的那個版本 因為之前本來好像是用自串做比對 自串比對 後來發現好像自串比自串 實在是太麻煩了 所以後來又把它再改成 乾脆用那個數字跟數字比 相對程式會經典許多 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這個 剪刀石頭布的猜拳小遊戲 試著做做看 做看 呢 weit到 明天 跟 唔